大家好,聽不聽到我的聲音呢? 我們今天又出街 不過今天這個位置不是我平時介紹的 我們是回到Georgetown 今天多好天,我想我待會 因為我現在準備吃東西 待會我便會去Battleframe D那邊 大家看看,這裡有幾間 這條是甚麼街呢?我又不太知道了 我要先看一看 但這裡是個粒頭有一間叫做霸王飯 霸王飯的餐廳,就是這條街了 也有很多食物,有一間叫唐山美食 有一間泰國菜 另外還有一間港式茶餐廳 六號冰神 但好像有朋友說,它也是一般般 另外還有一間聖有飯粥 以及LuckyLuckyBo吃山肉麵 但我今天不是來這裡吃東西 我們今天要去前邊霸王飯轉角位 有一間吃炸魚米粉的 大家猜不猜到是哪一間呢? 好,我現在先走過去 好,其實一走出來前面見到這個博物館 不是博物館,而是紀念館 孫中山先生的紀念館 在前面,如果大家有時間有興趣 過來玩一下,看看環境的話 都可以不妨 Sure,就是銅鑽 computing 銅鑽 我一聽見有廣東話 我就會去八卦一下 去搭嘴 結果原來他跟我在Facebook上有 他有問過我的話 剛剛最近問我的話 就是問我對錢對多少錢 這樣也被我撞到他們 然後坐過聊天 聊天我就沒有拍攝了 現在吃完 也沒有介紹剛才有甚麼吃 我下次再說 我現在吃完東西 就找個地方去享受一下 現在帶大家去 好 上車先 寶馬的電單車是帥氣的 還有GPS 真的很厲害 再跟著他 跟不上去 今天天氣都不錯 我已經在東中邦亞那邊 正在去Battle Franky的方向 待會大家去一間 大家很熟悉的地方 但又可能是很不熟悉的 未去過的地方 好 我們待會再見 我們待會再見 好 現在開始上山路了 我們正在上去Battle Franky的山路 沿途真的有很多車 但是現在慢慢在爬地爬上去 因為很可能前面有些慢車 在這裏 也不是山路的 也有這些Battle Franky Height 可能比較長一點的住宅 這裏會較多彎 山路 這裏不是單線雙程 而是雙線雙程 總之就是像沿浪一樣 西貢之類的 現在沿途 沿途也有些海底 這是海邊 現在看到我 我只能夠維持 40公里這樣 爬上去 因為前面的車都比較慢 對呀 沒錯 我們今天要來Battle Franky 這間Starbucks 不過頭痛的是要找位 周圍都是猛 猛了 好 要考驗一下耐性 先看看有沒有位 前面的車好像有位 我不知道有沒有 我要等下才有 好 不用一分鐘就要有人走 我真的感謝你 好 我終於有位拍了 非常好 好 看到了 Starbucks的Logo 藍天白雲 即是我最喜歡藍天白雲 來到 Battle Franky的Starbucks 即是 應該都很不少人來拍過拍過 不過我看今天這麼好天 當然要來這裡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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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平時都會喜歡介紹一些小店的cafe 但是這些這麼 這麼有特色的Starbucks 又沒有理由不來一來 對吧 對不對 好 現在進去 我們當然先 那我來到Starbucks買的飾拍拍拍燥 我現在不穿得有一張Starbucks卡 這個有App製 可以裝在App製 然後就可以來艇購錢給它用 我還有錢 可以買東西喝 我自己想想喝點 看一看 看一看這間Starbuck 其實都是Starbuck的 好像是輕輕貴一點點 還是差不多價錢 我都忘記了 周遭環境都頗漂亮 頗大 重點當然不是內裡的裝修 重點是外面的沙灘 我先買一杯飲品 我常常會喝這個Armor Candle 在Starbuck 因為太多Creme 又好像不太好 我也不太喜歡太多巧克力 所以入這個 熱的話我會喜歡喝Cappuccino 冷的話就會喝這個Ice 現在帶大家看一看 這個Starbuck 周遭環境是怎樣 看到我的臉都知道是非常曬 現在是 看一看它周圍 這個景 外面是Starbuck 裡面 外面 外面 那間麥克林應該是室內最大的 如果你要計算室外、歐齋的話 應該都比它莫熟 因為它還可以上去 有人 然後很多樓梯 上到這裡 上到這裡有個位置 就是看著海 就是看著海喝飲食 我之前上次來過這裡 我就沒有拍片 我拍照而已 就看到烏雲在附近 今天 今天看到南天白雲還有太陽 今天最適合可以在這裡 玩航拍 拍一下這附近給大家看 因為附近這裡應該是有些漂亮的酒店 resort 讓我找個漂亮位置 我下回去 帶大家出到沙灘看一看 看看沙灘先 出到沙灘看一看 我要戴一副超 要不然會蒸乾 這裡是沙灘 代表我要踩沙拉 這件事 幸好今天都是踩拖出來 遠處已經看到有人在玩那些 那些叫什麼呢 不是江山那些 那些叫什麼 我都不太知道 這裡是對著這個這麼漂亮的海灘 但其實這裡不是很容易游泳 這裡應該是不適合游泳 就是沙北後面有個這樣的地方 這個也算是奔城必離的景點 再加上打卡的地方 好 那我們先上去 有人拍照我們不要阻礙他 好 先上一上去 讓我坐下來喝一陣東西 我再出來拍攝 好 我們又出到沙灘了 喝完一杯夜櫃 越來越多人在這裡拍照 因為現在已經開始 開始不曬了 因為已經5點多 快要日落 這個位置日落應該也有得看 已經高了 OK 那 好 但是沿途還是看到 原來沒有什麼游泳 有人游泳 我試走過去那邊看一看 有人游泳是怎樣 但是 沙幼的 沙幼的 都OK 海水的質素 都OK 都算不錯 遠處有人在玩降傘 即是有艇 拉著 在上面 在上空挖牆 那 有人在 在探測 金屬 海灘 海灘 這是海灘 剛才看到有些哥哥仔 應該有些package 帶你去玩 有些滑翔降傘 挺舒服的 今天這麼好天 雖然有個 有個大的雲 但應該也沒這麼快下雨 我相信 那邊真的有人游泳 原來 有個 有個網 在網的框框 游泳 防沙網 它是不是防沙呢 我又不太清楚了 總之 我看到有人游泳 也有些快艇 在那裡 那些哥仔 應該在那裡 罵人家玩 玩一些水上活動 另外 它還有一輛艇 出海的 去哪裏呢 一目無際 那裏有個小朋友 摸光珠在那裡浸水 那裏有個 不是快艇 不是快艇 是水上電單車 應該可以玩水上電單車 好 好 那 這個位置有少少危險 如果在那裏放東西的話 但是後面開始 有點陰了 那我趕快在那裏 繞個圈 我就走 帶大家去看一看 這個Badou Ferengi 叫Starbucks 究竟它周圍環境是怎樣呢 好 我帶大家 大家看一看 這個點解 這次是 最主要的 人的 可是 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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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